小火車通通叫為五分車 五分車 不是說只坐五分鐘就下車了 不是這個意思 那台鐵的火車有沒有坐過 台鐵還沒有坐過 坐過 那個它的軌道比我們這個還要寬 是標準軌距的七層 106.7公分 106.7公分 那也可以叫它為七分車 還有一種以前在我們北部 那個運載煤礦的那一種小火車 它的軌距比這個還要少 只是三層而已 所以那種火車叫做三分車 我們台灣的這個火車的軌距 總共有四種 就是有十分車 七分車 五分車 跟三分車四種 那等一下呢 我們還會帶你們去看那個高鐵的火車 因為我們會沒有到那個高鐵站那裡 是在附近而已 也許幸運的話呢 還可以看到高鐵的火車經過 那這種車子呢 叫做倒班車 以前我們運輸客人的同仁 專門在修理這個鐵軌 還有枕木的 都是開這種火車出去修理的 那我們這個這一家蒜頭糖廠呢 它是在美國前六里的時候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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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右手邊這裡有一座小碉堡 以前這個小碉堡 這一座用紅磚頭器材 以前上面有兩位警察 警察先生在這邊拿著機關槍 就是要守護我們這個倉庫的砂糖 以前在這個鄉下地方的小碉堡 都會打起來過去 後來我們倉庫的砂糖 所以這一座小碉堡 也可以說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守戰 那現在我們航廠已經不在壓榨甘蔗了 我們航廠已經關閉了 因為在美國90年的時候 來一場納粒颱風 按我們這個固執西岸 提岸的這個退避了 所以這裡沿水兩公尺高 營水一兩公尺 把工廠還有辦公室的全淹沒了 那在91年的時候 我們就來改裝這一種干測車 變成在客人的這個觀光小火車 我們現在的通路兩公尺 都種了很多的樹木 這就是...